雷鸣的曙光 又再次把我唤醒 时刻提醒自己 告诉大脑一定要清醒 现在这个社会 没钱绝对不行 好多判不成的事 金钱就能摆平 现在善良的我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他们的宣伤也找不到了 精神的支柱 我是如此孤独 我是如此嫉妒 有人说我没了父母就是他妈一废物 要是一个清晨 那床我还有灰尘 今天过了不知明天该去怎么生存 已经不知不觉 我走到了中午 我的生活依然再不停地重复又重复 慢慢的我就走上那条迷失的道路 一个人拿着美酒麻醉的冲突 还有多少困难让我 今天去目睹 还有多少痛苦又想让我说我不停地说